本地股痛热症每周新增病例连续五个星期下降 不过仍然是处于高水平 国家环境局指出 上个月在建筑工地找到的一文资生处 虽然比七月份少了约五成 但是一些工地仍然是屡次犯规 甚至出现多个文字资生处 来看记者无聊响的报道 相隔约一个月后 黎巴巴利路一带的这个建筑工地 因为出现多个一文资生处 又接到环境局发出了停工令 当局上午派人到工地 检查承包商的防纹纠正措施 环境局表示 自四月实施阻断措施以来 当局至今已对所有一千两百多个工地 进行至少一次机查 新加坡建筑商工会指出 已在线上线下推出工地面纹指南 为承包商提供协助 当局今年首八个月在全岛开展超过66万次 机查行动 包括约5000次对工地的检查 并发出约250张法单 由十名承包商因为重犯而被控上法庭 整体来说 本地上星期出现726期股痛热症病例 比前个星期少214起 我国今年的股痛热症总病例 至今达到29206起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祥报道